刚才说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 蒋万安则是很积极 不断地抛出市政牛肉 希望能获得选民认同 但是现在传出整个团队 呈像这多头马车一样 横向的联系是相当不佳 导致这发言人跟议员都不晓得 政策内容没有办法帮他辩护 虽然说这发言人是驳斥传言 但是说到蒋万安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让外界认为 他在议题上面似乎没有主导权 如今也被批评说 蒋万安的爆发力实在太弱 不管是长召或是都根政策牛肉陆续端出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积极发表证件 但往往发布会现场都没有太多的议员 或是发言人在场 现在就传出蒋万安团队内 出现多头马车横向联系不佳 每次政策一公布发言人或议员 都无法得知内容 措施辩护机会导致几乎没有曝光 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 万安委员的团队 我们政策沟通协调都非常的畅通 而且林毅华身为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他当然大小事情都一定会掌握 博持谣言但蒋万安除了决策圈太小 引人诟病之外 似乎在议题主导能力上 与整体的爆发力都被批评 比黄珊珊还要弱 选下去就会知道吧 选下去就知道 谢谢大家的称赞 体力耐力毅力 我相信绝对都会是现在台北市长候选人里面 最优质的一位 点出蒋万安在立法院曾有战神称号 陷见他的爆发力其实也不小 但蒋万安曾经身为未还委员会招委 时常监督时任卫副部长陈时中 不过表现好不好 后称是第四位台北市长参选人的柯文哲 给了插评 他已经订那个陈时中订两年了 后来给他评评就是放他订胡刚 陈时中还是皮皮的 君子我们有君子的方式 对付恶徒 我们有对付恶徒的方式 我们当然会有更强力的手段 只是从宣布参选到如今选战倒数 蒋万安无法脱离决策圈小 或者是打法太软等评语 外界苦口婆心 能有改变吗 就看他本人何时才能听到 记者下转程苏纸杰采访报道 今天回到国内来关心 这礼拜天的正韩焦点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陈时中 今天到了北投 阿中要来体验这打石文化 参拜词深宫 但是却遇到民众来诚勤 最后好不容易在立委 庄睿熊的安抚之下 才接下这诚勤书 但是说到陈时中 日前参访者越少训练班 就被国民党议员批评说 这抱孩子的姿势 似乎是不够熟练 但对此陈时中 昨天晚上 在脸书分享着 自己过去抱着儿子 喂奶的画面 强力版级 拿起锤子 把石头披成凉拌 名将台北上参选人 陈时中 11号到齐里岸体验 大石文化 参拜词深宫 难道是因为对手 蒋万安和黄珊珊 前几天直到 北投绿营票仓 陈时中积极回房 也没有什么 这个所谓的回房 本来就跟北投的乡亲 都非常的紧密 今天是来参拜 那希望我们这个能够 乌母丰收 虽然嘴上否认回房说 但似乎就怕对手拔装 当地议员 里长都来护驾 现场热情民众喊动算 但马路另一头 反对维哥开发保护区的 陈琴民众 却是高举步调 虽然立伪装英雄 安抚下陈琴事件 算是告一段落 但日前蓝营惊讶 陈时中参访 月扫训练班时 臭脸抱小孩 姿势不对 面对质疑 陈时中不忍了 脸书秀出年轻时的 奶爸照片 一手托幼儿 一手喂奶 脸上更是露出 慈爱笑容 文中hashtag 孩子都喜欢被抱抱 这些事情就是 就是说无声胜有声 一张照片就可以表达 就是说我们对于两性平权 对于家庭的责任 那有精忠来做 在爸爸手册的事情 学生逼近 陈时中为了破除外界指控 投年轻磁腹照 翻出陈宁楼照片 要替自己扭转形象 去人文教委成人挺 SG小鼠台北通报道